这个装修功能帮帮击锤疯狂砸墙 直到墙面出现大洞还不解气 又拿出铁丘在地上滑垮一阵乱窍 直到挖出了一个高压电箱 随后又连接了几条电线 这个男人到底要干嘛 原来他是一个疯子 他想在自己的家里组建某种设备 随后他架设了几根空心铁管 还用水平仪给管子找平 但是他发现这管子似乎还不够平整 于是让助手拿了一个锅盖 将其垫在管道下面 才终于达到了平衡的要求 锅盖之中并微调角度 接着打开电源 到这里我才看明白 这疯子砸墙埋管并不是真的疯了 而且很可能他是个天才 因为他用简陋的设备 竟搭建了一台价值上义的离子加速器 当离子加速达到了最大能量时 他开始调整透镜的方向 我的天 这个男人太危险了 他制造出了强大的激光武器 激光划过墙面 连承重墙都被直接切割了下来 这个威力只需要一圈 就能将整栋楼房拦腰斩断 随着激光切割到三角形的圆环 才停了下来 原来这哥们并不是要制造武器 而是为自己的战甲打造了一块新能源 电影是钢链下2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